大小姐她,她都生病了,我怎么可能会让她一个人起夜,但是那天我睡得好迷糊,大小姐自己起夜了我都不知道,我后来也想过怎么会睡得那么死,太太身边的人白天给了我一碗汤,那天我才睡得特别死。 等我醒来的时候,大小姐脑袋上的血都止不住了,太太因为这个把我发落了。 你说的没有假话,要是我查出来一个假字。 没有没有,老夫人真的没有,我要是说假话,天打雷劈,我奶了大小姐四年,贤太太待我那么的好,我怎么可能舍得大小姐。 后面一个出现的,就是上门算命的道婆了。 林老夫人 说说吧,您是怎么算出林府小姐命中克父母的? 你你的意思,我家姑娘的八字大兄,几十年难得一见,想必你也不会忘了,现在有一样说一样的,给我听听。 回老夫人,林二老爷,贵妇小姐是个苦命的人,不过也没有克了父母。 那你当年说我女儿克父母。 二老爷,怪不得我,是,是二夫人给了银子让我说的。 二太太,给了你多少银子? 二十两。 把这个,也带出去吧。 母亲,这种人您还给她银子? 今天就送她去官府,不知道害了多少人,留着也是个祸害,让府压里头收了,好好地惩治。 正该如此。 现在知道承恶扬善了,你早干什么去了? 儿子也是受了蒙骗。 如母那里还没有审清楚,还要不要继续审呢? 再把当年伺候过云晚的丫鬟婆子全部都找到,对一对他们的口供,看着如母有没有说谎。 不用了,母亲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 老二,你问这话的意思,是不想处置正事了? 当然不是,她做不好嫡母,您做婆婆的罚她是应该的。 可是,她到底是当家太太,要是没了脸面,以后怎么管家呀? 云婉云娇年纪都不小了,她还要为两个孩子说轻事,儿子本来就够没脸了。 这再闹出去,儿子真诚将浅笑柄了,求母亲开恩。 我已经是管不了你了,临府也早就已经分了家了,我一直跟着你大哥过,在插手你府里的事情,恐怕是要嫌我老婆子手太长了。 母亲说的什么话呀,怎么会呢? 你好自为之吧,好好地想一想,灵香是怎么躲得过那么多的人手,到我的面前来的。 双双与我在慈恩寺里见面。 灵大小姐,我家吉儿,灵出门的时候噎着了,奶奶实在是担心,说今天就,就先不出来了。 赵妈妈,派两马车送她回去吧。 这次见不到董夫人,您下次再见就是了,您要是着急,奴婉亲自去她家走一趟便是。 令云婉摇摇头? 我不是着急见她,你看那个丫鬟的样子,真的是她家吉儿不小心噎着了吗? 姑娘,要不奴婉去把她丈夫打一顿? 光是打一顿是没有用的,治标不治本。 不知道这一词,又是为了什么跟董夫人动手? 不管为了什么,一个男人都不该和自己的妻子动手。 姑娘,奴婉觉得董夫人不是个办事的人,您要是有重要的事,其实不应该托付给她的。 这件事,她十分适合去做。 她夫家里正好有是林的姑娘,她若为表姑娘留心夫婿,不会引人注意,我要为她挑选一位郎君。 挑?郎君? 姑娘想要的是哪一种郎君? 当然是我要嫁的郎君。 姑娘要嫁什么样子的郎君? 希若,我的事你大概也都知道,我所嫁之人必然要有城府,有担当。 真出身也不能太差,总之不是个好找的。 王爷岂不是郑和姑娘的心意? 王爷可不行,我的事有王爷替我遮掩,以后无论嫁了谁,夫家知道了也无妨。 若是嫁了皇室,皇上和皇后娘娘那里就过不去了。 希若,你是王府里出来的,先君成后父子的道理,你比我明白。 王爷与我有恩,我少姐不能报恩,更不能害她。 有段日子没和王爷打交道了,你明天去给王爷报个平安。 只说你我平安就是,别的不要说。 姑娘,董夫人的事,您也不要王爷插手帮忙吗? 内宅里的事情,您想怎么做都有办法,可董夫人丈夫的事,已经不是内宅里的事情。 您既然想帮她,何不送佛送到西? 姑娘,恕奴婢直言,这些事对王爷来说,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 希若,我不能事事多求王爷的。 可是王爷愿意帮您。 希若,男女有别。 希若,你跟着姑娘都变稳重了。 姑娘不让奴婢说,奴婢是姑娘的丫鬟,奴婢当然要听姑娘的。 哼,我送你过去,还真是送对了。 奴婢出门不意,王爷要是没有什么吩咐,奴婢就回去了。 王爷派你去照顾姑娘,你都不和王爷说姑娘的事情,王爷怎么知道你照顾得好不好啊? 王爷,请恕奴婢愉悦,姑娘是什么样子的人,奴婢本来没有资格说嘴。 但跟了姑娘这么长的时间,奴婢还是想说。 姑娘出身名门,教养极好,知恩图报,又怕给人添麻烦。 王爷若是想知道姑娘好不好,只问奴婢,是没有用的。 希若,你家姑娘不是懵懂无知的少女,她是个极有主意的人。 本王,即使是本王,也不能够在她的面前冒进。 王爷,您知道姑娘极有主意,这就是了。 奴婢告退,看过大夫没有。 你别担心,我,我一会儿帮了姐儿去退婚,退完了,就请大夫。 退婚? 父,父君他赌输了,所以拿姐儿的婚事做抵押,他现在也后悔了,他答应我,明天就去退婚。 那他欠的银子怎么办,你用嫁妆替他填上了? 云婉啊,我也不怕你笑话,我除了给姐儿留了一些嫁妆,我的嫁妆早就已经被掏空了。 家里都是我婆婆在把扎,我们的手里,没有多少银子。 不过,这次我婆母也不管了,至于欠下的银子,夫君说,她会想办法,让我别管。 云婉啊,我知道我自己没用,但我只要,我家的姐儿平平安安的,我就满足了。 你真的相信你丈夫会退婚,也该管不住自己的毒鬼。 双双,你真的相信她? 不相信又能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啊? 当然办法是有的。 云婉,我来就是和你说一声,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 你让我替你做的事情,都写在这个册子上了,姐儿还在家里头等着我,我先回去了。 董夫人脸上有伤? 伤得极重。 打女人的男人,真是没用。 姑娘,董夫人就没有反抗。 她的女儿就是她的命脉,而她的丈夫,轻轻松松就能害了她女儿一辈子。 命脉都捏在别人手里,她怎么反抗? 可她不知道,越是退缩,越是会害了她女儿。 姑娘有好主意? 我有主意有什么用,总得她自己狠得下心才行。 姑娘,董夫人还会再来吗? 会。 还真是让令云婉给说准了,第二天还没过五十,董双双就来了。 她,她,她骗我,她骗了我,我带着女儿过去,不是为了对我吗? 给董夫人您一条热帕子过来,把姐儿带到隔壁去睡觉。 卢蓉抱着女儿和债主提了新的要求,原来的三千两她不仅不会还,还要再要两千两。 你仔细看看,我的女儿长什么样子? 你那独子生下来就是个傻子。 我这么好的女儿配给你的儿子,怎么不划算了? 我告诉你,你可占便宜占大了。 两千两,这回就不写戒条了,我跟你写婚书。 董夫人,恕奴婢多贼,贵妇老夫人不管的吗? 老夫人,不喜欢姐儿。 你想好了吗? 永安,我想好了,我想好了。 毒鬼不可能只有一个债主,她的债主你可都熟悉。 熟悉,大部分我都熟悉。 有家中事教,有她从前的同窗,还有,幻名不三不四的人。 都是些什么人? 放印子前,你可听说过。 九出十三规,你丈夫胆子真是不小。 你听说过。 这些个债主里,心狠手辣的,你可知道有谁。 有一自然揍了我们的马车,老夫人打发了才造的。 姐儿,吓得哭了半个时辰。 敢当街动手,背后定是有主的人。 永安,你打听这个,是要干什么? 双双,听说过借刀杀人的典故吗? 永安,怎么借刀啊? 令永安凑过去,和董双双而已。 姑娘,您何必这么为董夫人伤心? 我是为自己伤心,你多留意着二门。 我要是不为自己的事伤心,太太就要为我的事伤心了。 正是娘家人来了临府。 姑娘,他们说太太的娘家人很少到临府来, 说是从前为了太太嫁给老爷的事情, 两府闹得不愉快。 太太嫁了老爷之后,便和娘家不怎么来往了。 这郑家大太太带过来的,还是个郑家远房的亲戚。 果然,正是安纳不住了。 太太是想为我说一门好情事了。 老爷绝不会同意太太这么做的。 老爷不同意的事情,太太做得还少了吗? 老爷虽然偏袒太太, 不过老爷大事上面,一向拿得了主意。 你还是不了解老爷, 老爷从来都不是大事上拿得住主意, 她,她是对自己有意的事情拿得了主意。 把林姑娘赶去乡下,不是正是一个人的主意。 老爷要是不允许,正是见红也好, 说林姑娘恪父母也罢, 林姑娘都不会被赶出去的。 这个家里,从头到尾都是老爷说了算。 二小姐最近怎么样? 哦,还在院子里不肯出来, 死两天吃一顿, 太太常常过去看她。 太太还是疼她的。 姑娘想去看二小姐? 我不想去看她, 不过太太要是给我找不痛快的时候, 我就给她也找点不痛快。 你娘家人过来就过来了, 怎么还带了个亲戚啊? 老爷,来的是个读书的亲戚, 您不是最同情那些贫穷又上进的读书人吗? 在哪里读书,读到什么程度了? 就在我们老家念书, 虽不是什么出名的献学, 但也中了秀菜。 家里说难得亲戚礼出个秀菜, 又那么的年轻, 等到明年相试, 说不得就中了举人。 可举妻了? 没有, 我嫂子呀正愁这件事呢。 老爷您说, 好好的秀菜, 一门心思铺在念书上, 这么大的年纪了, 媳妇都没娶上。 是该举妻的年纪了, 嫂子倒是想为我这个外甥做一做媒人, 偏找不到合适的姑娘, 又想着正家亲戚里难得有个可造之才, 才想着来托付我。 我, 我是不想答应的, 老爷您向来善待同侪, 疼爱后辈, 我想就是我不答应, 您也要答应的。 老爷, 我觉得他配云婉倒是不错。 不行, 我早和你说了, 云婉的婚事不要你管, 你兜当二旁风了。 他现在只是个秀菜, 秀菜配云婉也是够的, 可我做继母的, 当然要让云婉高价, 我那个外甥, 明年必中举人, 您要是不信, 您亲自去考一考他的学问呀。 老爷在江前也不是遍地都是举人, 您不如先为云婉把婚事定下来, 等到明年他一旦高仲, 那也轮不上别人了。 那时候外人就明白我的苦心了, 我会为云婉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举人扶絮后嫁妆, 热热闹闹把孩子送出门去, 老爷这还不够吗? 他要真能中举人, 那倒是不错的, 先问问云婉的主意吧。 太太, 您真能说服大小姐吗? 他同不同意, 都得同意。 去设宴, 和大小姐说, 让他好好打扮一番出席, 见自家的亲戚, 万不可怠慢。 是, 令云婉打发了范妈妈走, 西若一看到她走了, 就问, 姑娘, 您去吗? 这还用问吗? 走吧, 去看一看二小姐, 听说她经常闲得绝食, 我来给她找点事情做。 要不给我滚, 她要是敢过来, 我一定杀了她。 家里来了亲戚, 你就不知道太太 为什么不管你的死活, 邀请亲戚们过来做客吗? 你有话快说, 在她的房里面, 不知道说了什么? 宴席布置得怎么样了? 都布置妥贴了, 太太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先过去, 再派人去催一催大小姐。 是。 太太, 太太出事了, 发妈妈在劝架, 二小姐和舅太太她们打起来了。 你在说什么呀, 到底怎么一回事? 林云娇手里头举着剪刀, 你们是什么东西, 你敢穿我的东西给我拖下来, 是我的床, 真是不是我的床, 我看谁敢拦我。 疯了, 疯了。 她不过是怕秀才的母亲穿得太寒酸了, 妓女看不上, 给了几匹布匹和旧衣服给她们母子, 客房里头的床榻也是库房里头不用的, 都睡过多少人了呀, 正是声音发颤。 快把二小姐给我拉开, 大小姐在哪儿, 她人呢? 林云娇和林老夫人一起, 已经是到了慈恩寺了。 我年轻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出门上香了, 那时候父母管的严呢, 只有逢年过节上香的时候, 才能够出上一次门。 樊嬷嬷说你描画得极好, 针线也学得很快, 我都不知道, 咱们府里还有你这么一个聪明的丫头。 令云娇听了, 不觉得高兴, 心里头微微一沉, 老夫人是随口一说, 还是话里有话。 冬天下大雪, 你和两个老仆都吃什么呀, 那些村民猎户们和你们常常来往嘛, 乡下有没有避世的老先生啊。 这是怀疑她的吗? 令云娇心里警惕, 但却对答如流, 一丝一毫都不出错。 听说你在慈恩寺里, 为你娘供了常明灯啊, 天气热, 以后就不好出门了, 去看一看你娘吧。 是, 带着熙若就去宝殿里, 看常明灯, 天香游去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 樊嬷嬷摇摇头, 看不出来什么破绽。 容貌出众, 知书达理, 府里就是精心教养, 都养不出这样的孩子。 樊嬷嬷点头赞同, 出嫁的大姐儿, 那都不如云婉小姐。 您不是说, 照顾姑娘的那两个老仆, 也是普通文墨的吗? 姑娘在乡下, 可能过得艰难, 我看学识, 倒未必差。 也许吧, 但愿是我想多了。 可能二老爷就是得罪了人, 自己还不知道。 林老夫人不说话了, 心里头在想, 林香的事情, 受益最大的就是她的孙女云婉, 可云婉不像是有那么大本事的。 老二到底得罪了谁啊? 你拿的什么? 给我看看。 这是我娘生前留给我的陪价。 我只看一看, 是个什么东西? 你娘留给你的, 我还能要吗? 以前怎么不借你带?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贱妇? 跟你好说你不听是吧? 我给你, 我给你, 那是你不准再拿去赌了。 林老三又上门来催斩, 老夫人已经说了, 让他去告关。 你要是不想闹到衙门里头丢脸, 这项圈你拿去点当了, 先还了那笔债。 我这就去点当。 我不信你, 我找人去当, 我当的银子也比你的多。 你下午回来拿, 不然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门, 我, 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你, 你发什么疯吗? 太阳落山之前我回来, 要是不见银子, 我饶不了你。 姑娘想自己去挑点首饰和绣线? 照顾好你家姑娘, 别让人冲撞了。 他们坐在楼上, 正好可以看到楼下的街道, 那是董双双的丈夫, 卢蓉, 经常去的一家铺子, 前面是酒室, 后面就是赌房。 大爷去哪儿了? 在赌方? 把这个给大爷送过去, 和他说是用来还债的, 让他不要再赌了。 是, 没眼里劲的狗东西, 看不到老子在下注啊。 太太让松的, 大爷, 太太说上你拿去还赌债的, 可别再赌了。 轮到你教训我了, 兔崽子, 今天再玩几把排酒, 嘿嘿嘿嘿嘿。 嗯, 这五百两, 你拿去还给李老三, 剩下的跟他说, 老子今天赌赢了就立刻还他。 是。 哎呀, 你可打老子,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没有假银子, 老子的银子怎么可能是假的? 姑娘, 楼底下出事了, 您现在可不能下去, 万一被冲撞了就麻烦了。 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啊, 姑娘好好地待着, 我们下去看看。 令云婉看着楼底下乱成一锅粥, 淡淡一笑, 芦蓉这回还跑得掉吗? 她刚收回目光, 对面九四的二楼, 有个男子正在看着她, 他们隔着一条街, 两两相望, 不是麒令恒是谁啊? 王爷, 麒令恒微微汗手回应, 随后便和身边的阿福低声说, 福兵快来了, 你去一趟。 王爷肯定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 王爷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他打算怎么帮她, 令云婉看向麒令恒, 他在那头微微一笑, 朝着街上看了一眼, 府兵来了, 一群府兵穿着铠甲, 都住手, 站开站开, 谁敢再动手? 姑娘, 是阿福? 王爷, 麒令恒在九四二楼上, 看着麟福的马车走远了, 但笑着问阿福, 猜得到他到底想干什么吗? 姑娘或许是对那位董夫人动了侧影之心, 麒令恒摇了摇头, 那个芦蓉实在不是个东西, 令姑娘心地善良, 也许, 没有也许, 她有侧影之心, 但不会只有侧影之心, 光凭着侧影之心, 她是不会随便地为旁人出手的, 摩摩每天这么过来, 也是辛苦, 为着姑娘, 辛苦些也是值得的, 我看摩摩最近脸色似乎不太好, 姑娘心细, 我是有些不舒服, 也不碍事, 不过是爱出些虚汗罢了, 摩摩, 我想着老夫人要是不嫌弃, 我每天过去给老太太请安, 您顺便给我上课也是可以的, 只要免了您每天过来, 我回去和老夫人商量, 像是老夫人同意, 姑娘又不怕辛苦, 那就这么着了, 是, 你觉着呢? 我觉着, 云婉姑娘是懂得体谅人的, 自打我过去给她上课, 从没迟到早退, 我布置的课业没有一次落下, 别的我不说, 我这个做女先生的, 是不愿意把这种学生往坏处想的, 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让她来吧, 我一个老婆子了, 这里, 也没有她可以图的, 董双双过来, 给林老夫人请安了, 董家都搬走好多年了, 她怎么想着给您请安来? 我记得云婉小时候跟她很是亲近的, 你让云婉过去和她说说话吧, 是, 没想到林府现在都已经这么气派了, 是林家大方, 你丈夫现在怎么样了? 贪了, 腿也断了, 正, 我在家里头天天以泪洗面, 到了你这里来, 才敢跟你说句心里话, 你丈夫有没有疑心你, 你婆婆怎么说? 你放心吧,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你送过去的银子是假的, 你婆母, 丈夫都没有必问你, 我就说, 我也是被人给骗了, 随便编了个黑道的事情出来, 就说, 骗着我项圈的人已经跑路了, 他们想问也没出问去, 我平常就是那么个性子, 他们都相信我说的话, 卢家再不堪, 家里的老爷, 也是有功名在身的人, 衙门里的人, 总不能上门来拷问我呀, 对了, 云婉, 我有身孕了, 你这个孩子来得太是时候了, 咱们这儿有一座鸡山, 山上有一座园子, 江前很多的世子, 都会在那里以为会有, 听说他们还结了个社, 叫, 鸡山社, 我为你挑的那几个世子, 大多都是鸡山社里的人, 你要是想要远观他们, 在鸡山社里头, 一转能够看得到, 西林府里老太爷的直媳妇过寿陈, 因已分了家, 他便租了鸡山上的园子过生辰, 听说, 西林府里的姑娘们都过去, 你也不要拘束着云婉和云娇, 让正事都带过去吧, 儿子知道了, 对了, 你让, 让, 写一篇文章给我, 您要文海的文章干什么呀, 鸡山有个学社, 江前很多考取了不错功名的学生, 都在那个社里, 文, 文海, 他出来诈到, 谁都不认识, 也没有名气, 你让我以后怎么说出去, 我先看了他的文章, 要是写得好, 我就找人邀他进去, 好啊, 鸡山园子里头, 办宴席的那天, 东陵府里头年轻的媳妇和姑娘们, 都一起出门去了, 姑娘, 二小姐也肯出门了, 不只是二小姐, 太太的亲戚都跟着去了, 别看了, 姑娘, 您刚才看到没, 表上也胸口都鼓了起来, 不知道往里面塞了什么东西, 不熟的读书人之间认识, 靠的就是读彼此的文章, 他带了不少家座过去, 看来是做足了准备, 想恰恰出头了, 一定是太太的主意, 东双双找到机会, 就过来找另一晚, 这座园子大得很呢, 你们西陵府里租了这园子的一半, 园子另一半是基山社的世子们, 常常谈论诗词文章的地方, 从这里走过去, 绕到甲山后面, 再过一片树林, 就是家乡阁了, 从这阁楼里往下看, 可以看到基山社的世子们, 在庭院里面谈论学问呢, 知道的人不多, 今天刚好是基山社的世子们, 编络文章的日子, 等下登了阁,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了, 令云婉微微一笑, 她还真是省心了, 姑娘, 阿福就在远处现身, 她怎么会在这里啊, 是不是说明王爷也在, 云婉怎么不走了呀, 双双, 你回去帮我看着好不好, 要是府里有人找我, 你就让你押完过来, 董双双一走, 令云婉就带着西若去园子的深处, 阿福, 王爷也在, 不在, 王爷, 您怎么在这里啊, 林府里租了这座园子, 你难道不知道, 这座园子的主人是谁吗, 是您的, 是我舅舅的, 舅舅说等我成亲了, 这座园子就送给我, 王爷也到萧香阁来了, 他办事就不方便了, 总不能帮着他的面, 去偷看基山社的世子吧, 你不是想到这里来的吗, 怎么不进来了, 王爷, 令姑娘, 还是进来说吧, 一层看不到什么, 二楼上倒是可以看到很多风景, 如此说来, 你已经做好了文章, 快拿出来大家欣赏啊, 令姑娘, 你最近还能为董夫人走得很近, 王爷, 您不是看到了吗, 她今天本来是要带我来萧香阁的, 萧香阁里, 有什么特别吸引你们的吗, 王爷您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王爷曾经提醒过我, 要我为自己早做打算, 女子没什么出路, 无外乎嫁人, 嫁个好人, 所以, 那位董夫人带你来这里, 是的, 其令恒想通了之后, 一脸的无奈, 原来, 她帮令云婉教训卢蓉, 是帮到了这种地方, 早知道, 这里这么多人, 你怎么能知道, 谁值得托付, 谁不值得, 令云婉也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她从怀里, 摸出一本册子来, 正是董双双给的那本, 其令恒见了册子, 捏了捏眉心, 她准备的还真是齐备, 她要是再晚点之情, 她是不是连别人的生辰八字, 都已经打听好了, 王爷, 令云婉打亮着其令恒, 她从一上阁楼, 整个人就十分的奇怪, 虽然表情没有变化, 可她总觉得, 她今日和平常不一样, 我没事, 你想说什么, 说吧,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和您说什么, 令姑娘, 他们开始了, 再变, 为学之方, 这是个胡知会上, 心学和理学, 两派门人辩论过的题目, 嗯, 你不是要从中挑选人吗, 说说看, 你选中了哪几个, 王爷是要帮我参考吗, 有何不可, 那三个, 令云婉说了那三个人的位置, 以及她最看重的一个人, 严静踪, 严静踪, 王爷听说过此人, 没有, 那你为何, 他的名字, 你再好好想想, 前程有个大奸臣, 许静踪, 严静踪, 你说好吗, 只是从了名而已, 性质都不同, 也许是族谱上的字不变改, 不耐重了罢了, 你就打算这么看一看他们, 然后从中选出和你心意的人, 当然不是, 我有一小技, 可大略验出几人的性情, 哦, 什么技啊, 我可否一闻, 当然, 您都说了, 这座园子的主人是您的舅舅, 我还要请您帮个忙, 说吧, 想让我帮你什么, 我写一篇文章, 替我悄悄送到世子当中去, 找个人当众面了, 这都不难, 劳烦公公替我, 不先给我看看吗, 王爷请看, 他把文章送到他的手里, 林姑娘, 本王好像还不够了解你啊, 我与王爷一向是君子之交, 您当然不知道, 我也有小人之心的一面, 送到他们中去, 找人当众念出来, 是, 他们快吵起来了, 还会打起来, 姑娘那篇文章上写的是什么, 鸡山社里的学生, 有很多心学和理学的门人, 我用理学之说去变心学, 心学一派听了会觉得很矛盾, 理学一派听了也会不满, 还真动手了,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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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个读书人, 看着手无腹肌之力, 出手还挺重的, 姑娘, 有人在劝架了, 这是个会劝架的, 瞧瞧, 他居然拉偏架, 这不打得更厉害了, 严静踪, 这小子真聪明, 他躲到墙角去了, 他这, 让书童干什么去了, 自然是请原主来主持局面, 他还是真是冷静啊, 何止是冷静, 令姑娘还看出了什么, 他也是心学门人, 我写的那篇文章, 他听了之后并没有动气的样子, 说明此人心胸宽广, 容得吓人, 同窗好友大打出手, 他见劝解无用, 便后退一步, 最乱的时候, 为保全自身, 才默默退到墙边, 吩咐书童去请人, 哦, 这又看出了什么, 劝童庄是人, 后退一步是礼, 保全自己是知, 让书童请人平息纷争, 识善, 看来, 你今日最终于的男子, 就是他喽, 哎呀别吵了, 别吵了, 有话好好说嘛, 一篇文章而已, 怎么值得这么打动干戈呢, 还读书人呢, 和菜式的摊贩们吵架, 没两样, 走吧, 本王再不去, 他们怎么收场, 有劳王爷, 拜见王王, 文章拿过来, 本王看看, 然后, 一一捶问那几个吵架的人, 只见那几个人都哑口无言了, 局势一下子就被控制住了, 姑娘, 那边已经没事了, 我们走吧, 王爷, 麒令衡汗手, 看了阿福和希洛一眼, 本王有话和姑娘说, 王爷, 你想和我说什么, 麒令衡逼近一步, 看着她的眼睛说, 刚才你都看到了, 点了点头, 那你明白了吗, 明白什么, 他似乎感觉, 王爷想说的, 和他现在脑子里头想的, 并不是一件事, 令衡逼近一碗, 严禁中他们再怎么好, 最后能敲金堂木的, 只有本王, 现在你明白了吗, 王爷, 您是什么意思, 我难道有哪里, 比不上他们吗, 是, 令衡逼近一碗, 话没说完, 心口咚咚的连续跳了几下, 他脸上的表情, 一点点的收不住了, 王爷难道是说, 要娶他, 王爷, 请您三思再演, 他一向都是感激王爷的, 本王三思过了, 应该说, 本王已经五思七思九思过了, 想娶你, 吓, 吓到了, 太抱歉了, 你现在不用急着回答我, 令云婉突然就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他了, 他欠了他很多很多的恩情, 王爷, 告退, 匆匆忙忙的离开了, 他原来是觉得严禁中还不错的, 可现在满脑子都是齐令横的样子, 还有, 他和他说的话, 他说, 他是想娶她的, 严禁中的形象, 已经开始在他的心里头模糊了, 哼, 你还说那是王爷舅舅的园子, 结果什么都没有打听着, 王爷的人影子都没有, 那怎么不是王爷舅舅的园子, 你没好好看看, 那园子多气派呀, 你大伯家的花园子都比不上,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嫁不了王爷, 我再也不想出去, 我谁也不想见了, 哎呀, 花一样的年纪, 怎么能不见人呢, 除非你能让我见到王爷, 别想再骗我出院子门, 门都没有, 你觉得你文海表弟怎么样啊, 老爷觉得文海表弟好, 那他自然是个好的, 既然你也觉得你文海表弟好, 那我就和你父亲提一提, 不必了, 怎么不必呀, 我父亲不是读书人, 您和他提一个秀才, 有什么必要呢, 你先回去吧, 你觉得王爷好吗, 王爷当然好了, 姑娘怎么会这么问, 王爷对别的人不好说, 但是对姑娘您很好啊, 令云婉闭了闭眼, 王爷是很好, 但是婚姻大事, 不是王爷好就行了, 皇上和皇后却不见得会同意, 想也知道, 皇室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丑事发生呢, 他还没有不自量力到这个地步, 以为自己的身份和才智可以和皇权对抗, 严禁宗是家里嫡子, 虽不是长子, 却有长子的气感, 假以时日必成大气, 有个好的贤内重, 就是如虎添翼的事, 老爷要是和严家套路一点意思, 严家恐怕就尚赶着过来提亲了, 那也不至于, 我们挑人家, 人家也挑我们, 总得相看了, 严家长辈满意了才定得下来, 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还不和赵大人说清楚, 赵老爷快快把您的婚事给定下来, 严少爷在几山社里的表现实在是很好, 只怕别家人也看到了少爷的好, 要是迟了一步, 他和别人定下婚约, 您就白考察了, 还是快刀斩乱麻吧, 他得嫁给严禁宗, 报答王爷有很多的方法, 但绝不是陪着他胡闹, 他是不会做这种糊涂事的, 我女儿来性了, 舅舅, 给我看看, 我女儿给我的, 你抢什么, 小秀, 你赶紧看了吧, 哎, 要破财了, 齐凌横看完了, 脸都黑了, 哎, 你说我是不是还要准备嫁妆, 我怎么准备啊, 准备多少合适啊, 给太多了, 是不是很惹眼, 要不我混在林华冰给的嫁妆里, 这样就没人怀疑了, 哎呀, 不爽, 你说你, 怎么不直接让他做我的女儿啊, 摆便宜了林华冰, 舅舅, 这事你先别管, 我还有事, 先回去了, 哎呀, 你说我那个大外甥, 怎么就跟我急了呢, 这孩子, 从小就沉得住气, 居然也有沉不住气的一天, 可真是有意思, 太太, 后天赵府有一场宴席, 记得早早准备, 王爷舅舅扶上, 娘, 哪个赵家呀, 还有哪个赵家, 还王的舅舅, 阿弥陀佛, 可千万别被那个母爷叉给抓住了, 林云娇一看的背影, 就是想逃的样子, 可恶, 这是在我家里, 他还敢做那种样子, 站住, 你给我站住, 老天爷, 是在叫我吗, 你再不站住我就, 文海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来, 二表妹, 你跑什么呀, 见过文表哥, 没有啊, 我没有跑, 我怕冲撞了表妹, 打算避讳一下, 文海都不敢抬头, 林云娇发现, 她的胆子这么小, 偷偷地打量她, 长得还蛮周正的, 我又不是鬼, 文表哥你下次见到我, 可再也不准跑了, 哦哦哦是是是好, 到了复宴的日子, 就有人引着她出去了, 果然在赵府的一间穿堂里, 看到了麒麟横, 王爷, 王爷, 我想好了, 我并不想嫁给您, 这种事情不能含糊的, 您别怪我说的太直白, 我并没有责怪你, 怎么, 现在和我说一说话, 都不愿意了, 不是, 云姨给你寄了封家书过来, 不看看, 当然要看, 令云婉十分的惊喜, 已经很久没有收到 弟弟和母亲的消息了, 笑得这么开心, 看来, 云姨有好消息告诉你, 我母亲的眼睛, 看得见人了, 哦, 那真是大喜, 托您的福, 要不是您带戾气老爷过去, 母亲的眼睛也不能好, 王爷, 我出来的久了, 王爷要是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等一等, 别急着走, 你为什么来照顾, 这还用问, 王爷, 我是为了严静宗来的, 既然是这样, 你跟我来, 再不来, 你就看不到你想见的人了, 你只看了他的出身, 考察了他临危应变的能力, 就确定是他了, 当然不是, 至少还要看, 他怎么处理和女子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都, 那不就是了, 跟我来, 带你去看看, 王爷, 您带我听墙角, 哦, 他就是严静宗, 满意吗, 满意, 这个回答, 王爷满意吗, 齐令衡嘴角抽了抽, 你说呢, 要说相貌, 其实他见过最出众的男子, 就是齐令衡了, 他是从小就长得好看, 还记得他小时候, 到他的家里来, 看他父亲, 他看他第一眼就知道, 他和别家的小公子不一样, 王爷想让我看什么, 看不出来吗, 听闻, 颜少爷颇善诗词, 奴婢也是粗学过一些, 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得到颜少爷的指点, 啊, 姑娘的规中之作, 我怎么能看呢, 啊, 是奴婢唐突了, 奴婢, 奴婢, 就是听说少爷, 奴婢没有别的什么心思, 奴婢再不提那等约规矩的话了, 圣人说, 有教无类, 难道是丫鬟, 就不可以读书几字, 因事作词了吗, 唉, 姑娘, 我帮你看看吧, 有劳演少爷了, 啊, 姑娘做得好词, 好句啊, 这首词拍的评测用得没错, 这个词用得妙极, 不过, 意境上稍差一些, 有一本词谱, 我说给姑娘, 姑娘买了自己去沿途就是了, 姑娘下功夫到这种地步, 想必看词谱也是不难的, 王爷想让我看什么, 你以为是我安排的, 严家人不是第一次到赵府来, 这丫鬟早就看上了严静宗了, 赵府里要是放纵的丫鬟不管, 你说最后会怎么样, 这还仅仅只是赵府的丫鬟, 严女婉, 以后还有很多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发生, 你不觉得烦吗, 总说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王爷您也会遇到这种事, 何况严静宗对那丫鬟有怜悯之心, 却并没有越举的行为, 他已经处理得很好, 很体面了, 以后会怎么样, 谁也没有办法预料, 我总不能试试往快处想, 不是吗? 我不会, 我不会遇到这种事, 除非本王允许, 没有女子可以靠近我身边, 靠近了会怎么样? 会死, 丽云婉很快, 扭头看了看身边, 哪里藏着安慰吗? 别看了, 现在没有人, 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王爷, 我的身份您比谁都清楚, 娶了我, 对您没有半点帮助, 你娶谁不是娶? 丽云婉, 没有为什么, 我不过是想做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 丽云婉, 既然总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无法预料以后会怎么样, 你为何不考虑一下本王呢? 我总不会亏待你的,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你再好好想一想, 王爷, 我嫁旁人会怎么样, 无法预料, 但不管发生什么, 都是我可以应付来的事, 嫁您, 后果是不可预料的, 也是我应付不了的事情, 我实在不想再自找麻烦, 以后, 您不必像今天这样, 大费周折来见我, 今天要不是您, 我也不会知道严禁宗还喜欢诗词, 您这是帮了我, 我怎么忘了, 您也很善诗词文章, 告辞, 我再也不想来了, 哎呦, 怎么了娇儿, 王爷, 王爷, 说了多少次王爷了, 一次都没有让我见到, 不是这个太太就是那个奶奶的, 我的腰都要弯断了, 今天还要做什么事, 我最不喜欢这些东西了, 你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再来, 我这一头碰死, 好好好, 下次不来了, 你这样子, 怎么嫁王爷呀, 林云娇懒得说话了, 要是嫁王爷这么麻烦, 她还不想嫁了呢, 喂, 温, 表哥, 表妹, 你揣着什么呢, 没, 没什么, 是她的文章, 拿给姨父指点, 姨父表面温和, 却把她的文章批评得一无是处, 我都看到了, 拿出来给我看看, 文海捂着胸口是不给, 是你做得太差, 不敢给我吧, 我做得极好, 我就是不给你看, 她踩我, 她竟然敢踩我, 听说大小姐画样子描得很好, 我有个画样子, 描得不满意, 大小姐, 正好过来帮我描一个吧, 房嬷嬷还给我留了作业, 文姨母, 我今天不能帮您了, 怎么不带姨母送你的金镯子, 是不是喜欢, 变形了, 不变戴了, 就是啊, 那么轻, 怎么带呀, 是你姨母的心意, 你怎么和姨母说话的, 母亲, 正姨母, 哎呀, 都是一家人, 太太, 你跟着樊嬷嬷, 学了这么些日子, 管家的事却没有人教你, 别人急着走, 在我这里, 好好学学李家的事情, 嫡嬷做成你这样啊, 可真是不容易, 云婉, 这可是你的福气啊, 听老夫人和樊嬷嬷说过, 管家最重要的就是用人, 我想在府里挑一个得力的, 在旁边协助我, 你现在就学着用人, 还太早了, 没想到这个妓女, 主意还挺大的, 居然一上来, 就想在陵府内宅人身上动心思, 想得美, 太太, 我没有管家的经验, 不知什么时候学用人才不算早, 一步步来, 李家没有一步登天的道理, 可不能让他学管家, 得赶紧把他打发出去, 他说要挑个丫鬟, 这件事你就帮着办了, 免得他去老爷跟前告状, 他如今在老夫人面前也十分得脸, 还不知道背后怎么排悬我的, 大小姐不敢的, 老太太也不会让大小姐做这种没有规矩的事情, 老爷您不知道, 大小姐现在和文海那孩子可亲近了, 老爷您别不信, 您叫来找妈妈问一问, 云婉最近经常到我那里去请安, 您可知道为什么, 怎么还卖关子了, 因为文海那孩子常常过来陪着我和他母亲, 云婉才过来了, 早些时候, 云婉不知道文海这孩子老实本分又有才华, 姑娘家又害羞, 纵然改变了心意, 那也是不好明说的, 但她要是没有这个意思, 也不会天天到我这里来了, 您想想, 大小姐在樊某某那里学了一天的课, 还要拼着赶过来见文海, 难道真的一点别的意思都没有, 您呀, 毕竟是个男人, 根本不懂小姑娘的心思, 成亲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姑娘家自己开口, 从来都是听从父母的意思, 古来如此, 那都是有道理的, 你说的对, 说到底, 不还是要赵静义说了算吗, 她何不直接去找赵静义, 为什么要等那个丫头点头呢, 只要赵静义满意了, 谢她了, 不就行了吗, 我出去一趟, 晚上不在家用饭, 横儿, 你父皇母后可是又催来了啊, 你可别叫舅舅为难啊, 今年都过去一半了, 你自己在京城里, 怎么和你父皇母后说的, 你可不要忘了啊, 舅舅, 我没忘, 再转我些时间, 老爷, 林大人来了, 舅舅, 你不如先听听她说什么, 便是我那个丫头有什么事啊, 横儿啊, 那你母后的信, 你说我, 我怎么回啊, 舅舅你实话实说吧, 怎么说啊, 就说, 说我已经想娶妻了, 你想娶谁啊, 看中了哪家的姑娘, 小舅, 你还有客人, 先进了客人再说, 你这说的, 我可都没心思见客了, 林华斌要是过来说那个姑娘的婚事, 舅舅你不要被她蒙骗了, 那个姑娘她, 不是一般人能配得上的, 她的事, 她自由主张, 这我明白, 赵兄, 是这样啊, 我那是为了云婉那丫头的事情来的, 你也知道, 我自己的女儿啊, 年纪不小了, 云婉丫头现在在外面, 看起来也是二十岁了, 我想着她的婚事实在是耽误不得了, 我家里啊, 也还有个小的也代价, 赵兄你又, 你又一直不提云婉的事情, 那人啊, 今日又催促, 我只好厚着脸皮上门, 赵兄你不要怪我多事啊, 那怎么会啊, 耽误了你家小女儿的婚事, 是我的不是啊, 这样, 你先给好侄女把婚事说着, 云婉这里嘛, 我晚些日子再给你答复啊, 我保证, 绝不耽误小侄女出嫁, 你家女儿婚事一旦有了苗头, 云婉的事我就给你准信了, 成不成啊, 不急, 云娇的婚事还早, 今天来是想和赵兄你说说云婉的事, 呃, 是这样啊, 我看中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赵兄你要是不嫌弃, 我倒是想着把她说给云婉, 这样你也少了一桩新事, 不是吗, 这年轻人有多好啊, 你说说看, 是个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 十分的上进, 长相也不错, 是妹子的一个外甥, 我对这孩子很熟悉, 从小呀, 品性就端正, 不是我夸口啊, 赵兄你亲眼见一见就知道了, 这孩子呀, 还有当年我祖父的气氛品格, 假以时日, 少不得本身在我之上啊, 他如今中了举人还是进尸啊, 赵兄, 我这个外甥才十八岁, 哦, 那就只是个秀才了, 哎呀, 秀才遍地都是, 这算什么不错呀, 明年他就参加科考了, 说不得就, 那不是明年的事吗, 等明年, 他拿了功名再说吧, 这个赵锦翼, 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 难道是不满意文海, 明年再说恐怕就迟了, 我那个外甥呀, 年纪也不小了, 要是中了举人, 你把他说得那么好, 好像我女儿不费劲强, 都轮不上他了, 那你怎么不说给你自己的女儿啊, 林贤弟啊, 不是我说你,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总是把主意打到我女儿的头上, 怎么, 你灵符已经养不起一个没出口的姑娘了, 那你不早说, 我大不了冒着被夫人骂的风险, 我自己养了, 九方, 你也还给我算了, 哎呀, 周兄, 你不要生气呀, 我, 哎呀, 你这, 你这就把我想坏了, 我怎么舍得委屈侄女啊, 我就是, 我就是对我自己的亲侄女啊, 也没有这么好的, 哎呀, 实话和你说吧, 我家娇儿愚钝, 只当我那文海外甥是他亲表哥, 云婉他, 他好像对文海十分的上心, 这种事啊, 姑娘家不好开口, 我既是他伯伯, 又是他名义上的父亲, 我怎么能不为他出这个头啊, 真的吧, 哎呀, 你亲自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女儿家害羞, 只要他不是生气的回绝了, 那多半是同意了的, 好吧, 你先让我见一见他, 啊, 你趁早的安排吧, 要是丫头果真有这个心呢, 我做父亲了, 就不耽误他了, 哎呀, 你是不知啊, 王爷也预备着娶妻了, 你说两件事怎么碰在一起了呢, 啊, 王爷要娶妻了, 赵兄啊, 王爷要娶妻这么大的事, 你, 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呢, 我说什么呢, 我也是才知道啊, 哎呀, 这也不干你的事啊, 你怎么比我还急啊, 哎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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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林家在江前也是有些名声的, 王爷娶妻的事情, 我们多多少少要帮点忙, 临时才知道, 这, 这, 这不是怕耽误了王爷的好事吗, 哎呀, 算你们有心啊, 不过别吵心了, 王爷自己心里有数, 还有啊, 王嬷嬷帮忙把执着, 你们林家不处理啊, 那也没什么的, 哎呀, 走吧走吧, 去吃饭了啊, 哎呀, 不了, 我忽然想起家里还有一点事, 今天就不配赵兄了啊, 赵敬义转头回去, 没走几步, 你, 你,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天都黑了, 你怎么也不提闪灯啊, 可想了想, 我不留下, 没有人陪舅舅喝酒, 亲自过来接舅舅, 走着走着, 天就黑了, 陪来了几提灯, 是吗, 你偷听我和林华斌说话, 是不是啊, 舅舅见云婉的时候, 记得和我说啊, 怎么, 你也要见他, 他家里人, 让我交一些东西给他, 他怎么还有家人, 现在何处, 怎么撂下手, 不管他的死活了, 他马嫁人了, 家人还是不出面吗, 他嫁人, 还没有呢, 你怎知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林华斌才说的, 他呀, 已经有看中的男子了, 听说是个十分不错的年轻人呐, 嘿, 我这马上又多了个便宜女婿了, 你听他骗你, 冤婉如何看得上那种人, 连个近视都不是, 还说你没头听,